日期計算已經很麻煩了 那更不要說那個時間的計算 所以時間的計算的話 假如說52秒之後的話 那做法上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我剛剛講的觀念 第一個如果是時間 就是用Ti這個函數去把它格式化 那Ti函數裡面Ti這個函數有沒有 它會有三個函數要格式 因為我要取得的是 比如這個時間的小時的話是7 然後幾分分秒 分別用hour,mini,second三個函數 所以也是四個函數 在裡面做加減 所以在second的地方加52 所以做法上因為它輸入很長一串 所以我先做了 給各位參考一下 也就是說做法上第一個 先插入一個Ti函數 這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在這裡面的話 因為我要把這個包進來 所以把D3包在hour裡面 取得就是7 取得就7對不對 再來就是mini 把52包出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40 有沒有40秒 那我要增加多少秒 增加52秒 所以後面的話加上52 或者增加後面的這個時間也可以 最後得到92 那92它怎麼樣 一定會幫你進位的 那進位結果按確定之後 就會是最後的結果 就是進一位嘛 就是51分32秒 OK 也是AM的 好 不過最後 如果你出來格式不正確的話 請自行在格式化到正確的格式 好 那這個觀念有之後的話 要延伸到分也很簡單 分的部分的話呢 一樣 有沒有 我們加減乘數有沒有 就是在哪邊加呢 在mini的地方再加上去 OK 然後hour的部分的話 假設下一題10小時的話 那基本上呢 是在hour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加10個小時 那加10個小時之後呢 因為是27 27之後呢 它會自動把PM改成AM OK 那所以的話 10個小時之後的話 那就是AM的3點鐘 那其他像這個是秒分時的加減 那後面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時間的加減的話 那我們也是一樣 那加的方式的話呢 這個會比較長一點點 就是說 第一個 它原來自己本身的hour 這個是本來原來的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要取得的是F 這一個時間裡面的什麼 我要加的hour 就把它再包一層加起來 再來就是mini 有沒有也是F6 F6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可以幫我把兩個時間相加了 所以以前同學常問說 老師兩個時間怎麼相加 答案就是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很麻煩 那因為目前呢 還沒有比較好的一個函數 它可以很快速的幫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當沒有一個比較好的函數出現的時候 就是傳統方法 OK 所以以後會不會有像那個E-Day的函數 它已經幫你包好了 比如說你3 輸入3 它就是3個月之後 那會不會有一個函數叫什麼 叫什麼 叫什麼 E-mini好了 如果有E-mini你幾分鐘之後 你給它一個時間 它給你幾分鐘之後的話 那會很方便 不過目前是沒有這個函數 如果沒有的話 你當然也可以自己寫 如果你寫出來的話 那個E-mini以後你就可以這樣用了 是針對你的需求 所以很多工作上面都會需要計算時間 這個部分就是很好的一個範例 請各位在延伸性的把這邊自行增加幾秒幾分幾個小時 或者給兩個時間 把這兩個時間加了之後 結果把它放在後面 做延伸性的練習 這裡的話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 試試看 謝謝大家